Hello大家好,我是黑木爸爸,我们今天来讲维生素B12。 非常感谢大家。 维生素B12又称为骨胺素类,轻骨胺,属于水溶性。 维生素B群的一种,容易与水分一起代谢出体外,是人体较容易,缺乏的必须维生素。 必要时可服用补充剂摄取,也是唯一含有矿物质的维生素,能够保护神经细胞传导健康,改善健忘,以及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所以又被称作记忆力的维生素,也有助蛋白质与脂肪的代谢,同时也跟细胞能量有关,是稳定红血球制造的重要元素,对健康是相当重要的。 与维生素B9一起作用时,能协助造血的功能,缺乏容易引起贫血相关的问题。 维生素B12是属于较大分子的维生素,要经过分解处理才能够被吸收。 从食物进入胃部后,与胃也中的胃蛋白霉,作用使食物中的维生素B12分解出来,在与钙结合后被吸收。 大部分在小肠被吸收,最后运送至全身使用,或储存于肝脏。 骨胺素之中的甲骨胺和腺肝骨胺,是人体所能利用的。 其他骨胺素需要在细胞中,转变成这两种形式,才能够让人体利用。 维生素B12主要是从食物中摄取人体肠道中的异菌,虽然可经由发酵产生维生素B12,但是却是在大肠进行发酵。 可人体吸收,却是在小肠进行,因此大多是无法吸收到这些维生素B12。 维生素B12的功能 1.协助红血球的生成,与再生,以及预防贫血。 维生素B12是协助制造红血球重要的物质,与维生素B9相互作用时,可有助于红血球的形成,缺乏时可能会引起锯球性贫血等问题。 2.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维生素B12可协助神经元的传导,维持神经组织的健康,使注意力集中,增加记忆力,与平衡感,改善神经炎,神经萎缩,抑郁症,妄东妄西,注意力不集中,口内炎,肝炎,肝硬化等情形。 3.协助巨量营养素的代谢 维生素B12能协助糖类、蛋白质以及脂肪的细胞代谢与脂肪酸与蛋白质的合成,并能促进儿童发育以及增进食欲等。 4.维持细胞的正常 维生素B12可协助细胞分辨与DNA的合成,并有保护神经细胞的效果与神经壳的合成等功能。 5.保护心血管 维生素B12、维生素B9以及维生素B6交互作用后,能够协助代谢,血管之中的铜半光氨酸,因此能够保护心血管的健康。 维生素B12的辅酸,可增加维生素B9的,利用效率,也能够促进糖类、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与造血、DNA的合成,以及神经系统维持健康等不可或缺的元素。 但维生素B12需在胃酸的作用下,才能发挥作用。 容易缺乏维生素B12的因素有。 1.长时间使用抗生素 抗生素会影响到体内菌从生态,因此容易会导致维生素B12吸收上的问题。 2.素食者 因为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维生素B12,所以需从动物性食物摄取,因此不吃奶蛋的纯素食者,比吃荤食者更容易缺乏维生素B12。 3.年纪较大者 维生素B12的吸收过程较为复杂,容易会随着年纪的增加,降低维生素B12吸收的能力。 4.使用质酸剂 使用质酸剂容易会导致胃酸分泌不足,进而影响维生素B12的吸收。 5.长期酗酒 经常酗酒会影响消化功能,加速营养素的消耗与代谢,以及抑制营养素的吸收,与利用, 进而导致维生素B12吸收上的问题。 5.因为人体无法合成维生素B12,所以只能从食物中摄取,最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动物性的食品。 纯素食者因为不会食用,所以非常容易会有,维生素B12来源上的不足,造成缺乏维生素B12的情形。 6.在缺乏初期时,身体含有储存可消耗,随着长时间的消耗,缺乏的症状就会开始出现。 6.当然除了纯素食以外,很多人往往没注意到饮食上的社区,反而因为饮食的不均衡,造成缺乏维生素B12,导致健康上出现问题,引发恶性贫血,以及无法生成为内在因子。 6.有萎缩性胃炎,克隆氏症,乳迷蟹,以及长期酗酒,长期使用抗生素,使得肠道菌从改变,与长期使用致酸剂,使得胃酸分泌不足等,都会引起吸收上的障碍。 7.吸收不良,也较容易发生在,做过胃部手术,以及,肠胃功能退化的长倍上,导致食物中,维生素无法正常吸收,造成维生素B12的缺乏。 缺乏维生素B12的症状 1.神经损伤 维生素B12能协助产生水翘,而保护神经并帮助传递感觉,正是水翘的功能。 如果覆盖神经的水翘不足,就会使神经受损,导致四肢麻痹,感觉异常,枝端麻木,不协调,身体各处有刺痛感等症状。 尤其是手脚神经损伤的刺痛感,会特别明显,通常下肢会比上肢,更明显有刺痛。 2.疲劳 维生素B12的缺乏,亦造成,具胚红血球贫血,导致红血球数量,与膝带的氧气不足,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器官,就会因为氧气量不足,导致非常疲劳,并且会无精打采。 3.行走困难 维生素B12,缺乏,会造成周围神经系统的损伤,不止带来刺痛的感觉,损伤日积月累的增加后,还会出现四肢麻木,肌肉无力,以及反射减弱等状况,导致无人搀扶,或拿拐杖支撑下,行走会比较困难。 4.黄胆 与皮肤苍白 维生素B12,缺乏时,会影响红血球的生成,造成皮肤苍白,缺乏维生素B12,或维生素B9时,也会有出现,具胚红血球贫血的可能性,使得红血球尚未发育成熟,肝脏就将其分解,分解出,带有褐色的胆红素物质,导致皮肤呈现黄胆的现象。 5.心跳较快 维生素B12的缺乏,会引起贫血的状况,在贫血时,身体为了保持足够氧气,供应组织与器官,就必须提高心跳的次数,让血液的循环速率能够更高。 6.认知障碍 身体维生素B12的浓度不足时,亦造成思考,与推理的困难,以及丧失片段记忆,等认知上的障碍,造成的原因是因为,身体供给大脑的,氧气量减少造成,更有研究发现,维生素B12浓度不足时,容易增加罹患失智症,怕金森氏症等风险,也会造成,痴呆症,记忆力降低,言语表达出现问题,判断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 情绪障碍甚至失智等问题。 7.呼吸急促 贫血时,人体为了弥补红血球数不足,造成的吸氧量降低,身体为了补偿性的平衡,就会增加吸氧量,因此导致呼吸会变得急促。 8.口腔问题 维生素B12缺乏,容易使得红血球量减少,造成进入舌头的吸氧量不足够,身体代谢下降,导致造成口腔的问题。 此时容易会发生,口中有苦味,口腔溃疡,发炎,舌炎,肿胀以及有灼热感等状况。 9.情绪起伏大 维生素B12会协助分解大脑化学之中的同型半光氨酸,如果大脑中过度累积,同型半光氨酸的时候,容易会有烦躁、忧郁、易怒,以及情绪改变起伏大等情形,进而会有影响到心理健康的情况。 10.肠道问题 当肠道中的红血球吸氧量不足时,会影响消化道,让人有恶心、胀气、便秘、肠胃不适、呕吐或腹泻等症状。 11.食欲不振与体重减轻 12.维生素B12缺乏,会引起消化的问题,造成食欲不振。如果长时间的食欲不振,就容易会导致体重减轻。 12.制造DNA与红血球的关键因子,是维生素B12。当人体无法正常制造,健康的红血球时,连带会影响到血液的吸氧量,以及体内肺部的代谢。 此外,维生素B12也能产生保护神经系统相关的物质。因此,摄取含有维生素B12的食品是相当重要的。可由于维生素B12大多存在荤食之中,所以素食者就需要另外摄取含有维生素B12的食物或者保健食品来补充。 当有缺乏症状时,如果没有缓解,可能引起恶性贫血,危及性命,也会干扰神经传递值的产生与功能,造成不可逆的神经伤害,导致神经行为的症状,因此容易会发生大脑病变,引起失之症等问题。 虽然日常需要摄取的量极少,但维生素B12与细胞生长与红血球的形成,以及神经系统的健康都息息相关。 维生素B12是属于水溶性的维生素,过多的部分可透过尿液代谢出人体,因此不容易会出现过量的情形。 过量摄取维生素B12有研究指出,可能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腹泻、疲劳、虚弱、哮喘、寒湛、湿疹、过敏、寻麻疹、面部浮肿、过敏性休克、手脚有刺痛感、以及增加恶性肿瘤生长等症状。 人体肠道的义菌,虽然可以在发酵时产生维生素B12可发酵产生是在大肠,却是在小肠中进行吸收,所以必须透过食物来摄取。 摄取的食物来源,又可分为动物与植物这两种。 透过动物性摄取的食物来源有 1.动物类 动物类有家禽、猪肝、牛肉以及猪肉等 2.鱼背类 鱼背类有文革、牡蛎、沙丁鱼、鲑鱼以及鲑鱼等 3.奶蛋类 奶蛋类有鸡蛋黄、乳酪以及牛奶等 植物性的食物来源有 1.海藻类 海藻类有紫菜、海藻、海带、螺旋藻、蓝绿藻以及绿藻等 2.菇类 菇类有羊菇、磐菌菇、蚝菇以及香菇等 3.五骨根筋类 五骨根筋类有全麦、糙米以及米糠等 4.豆类 豆类有味增、腐乳、豆豉、纳豆、天背、大豆以及发酵豆制品等 5.中药材 中药材有当归以及康复力等 6.蔬菜类 蔬菜类有牧树芽、小麦草以及泡菜等 7.其他 其他有仙人掌、无酵母啤酒以及雏菊等 动物与植物 这两种来源含有的维生素B12的种类以及生物利用率都大不相同 许多素食者会透过 含有维生素B12的植物性食物来补充 可植物来源较不具活性 不具有真正维生素B12的功效 维生素B12在动物的来源上较具有活性 生物的吸收与利用也较佳 动物类食品 又以肝脏、肉类等含有较为丰富的量 乳品类含量较少 菇类虽然含有但是含量却不多 植物类中的维生素B12 大部分都是无生物活性的类似物 而类似物是容易会妨碍正常维生素B12代谢的物质 因此 纯素食者可食用 又添加维生素B12的食品或保健食品来摄取 避免缺乏造成恶性贫血 维生素B12也会随着年龄、怀孕以及哺乳期等情形 增加需求的量 当有摄取不足时 就容易会有缺乏的可能 当缺乏时 可食用含活酵母的食品 活酵母在肠胃中 代谢产生的维生素B12 可减少以及减缓缺乏的问题 身体能量代谢也与维生素B12有关 并且具有提神的效果 因此就建议于早上时摄取 与维生素C 同时服用时 容易降低维生素B12的吸收 所以在摄取时 需要间隔 两小时会比较好 维生素B12 会与部分的药物交互作用 当有疾病 额外又有摄取 维生素B12的时候 就需告知让医师了解 确认与药物 是否有交互上的作用 造成其他状况 维生素B12对于空气 与热相对是稳定的 但会被光以及紫外线所破坏 因此在储存上 就需要特别注意摆放的容器与地方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愿意把影片看到最后 非常期待我们下部影片 再次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订阅